我覺得你剛才所說的很好 就是我們應該要想一下 怎樣可以更有效地運用我們所擁有的資源 如果我像當初想做烘陪 或者做咖啡咖啡那一款 其實我想到後我要買很多貨 原材料也好 或者製作成品 其實都是很多價值 通常那些資金是有多少錢的呢 Hello Miu Hello Domine Hello Sam 我們繼續說說 今天這個Live是一個故事刺眼會的Live 如果你是舊觀眾的話應該也有看過一次 我一向都會做一些刺眼會的工作 就會將對象的容貌 用一個art style的方式畫下來 同時我也會聽他的故事 而今次邀請了一個嘉賓和我們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看IG的話也知道 這個題目就是 遲掉工作創業的N種心路歷程 如果你是想問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在checkroom打下你的問題 那現在我就邀請我的嘉賓 一把聲音出來 Hello 客人歡迎他 對 對 我是Alvin 對 他就是Alvin Alvin 不如你先說說你創業的經過 為什麼你會想創業 或者過程其實是怎樣 我沒有聽過 這個 怎麼說呢 我想以前是 上一份工作其實嚴格來說 是一份很特別的工作 因為始終都是對人的工作 我自己想轉換一下一些人生的軌道 就是去嘗試做一些經驗的軌道 我自己就是 我開了一個 可能 有朋友不認識 對 有人說了 就是我們開了一個 公安空間叫Driving Room 在灣仔的地方 現在差不多都開了 一年半的時間 籌備就是 差不多兩年 我主要上年都是很想 我的空間去 一嘗試去創造多些機會 所以這個地方都會有咖啡餐 會有不同的活動 就是有些人去借地方 我們就開了一年多的時間 很開心的是 都坐了一些月費的客人 我們有時候自己都會弄一些活動 一個相對年輕的工作空間 就是可能很變 就是月費客人都是二十多歲左右 這一場就不同的機構 公司 我覺得最近都接了一些 所以 就再有些專業一點的東西 有些專業一點的東西 或者有些音樂會 或者有些分享會 都會探索一些 可能是數位游 現在都要用多人去 成為slash 我們都算是一個 lapot slash的地方 因為我和同時 我們某程度上都是 幾個人族 我剛才聽到 其實你們試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一開始 已經想著做共享空間 還有其他可能性 其實可能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有想過做空陪著加價 好像是咖啡店 好像是 好 好 所以 但最後就在選址上面 就 有些困難 就是要找地鋪 可能地鋪的成本 比較高一點 我自己還沒做過飲食業 如果去某某熱開一間咖啡 或者烘焙店 雖然說可能會容易找到生意 但是 是有些困難的 特別我開的時候 也是遇到疫情 其實不是很方便 特別是那時候的飲食業 我認識一些朋友 都是說生意很差 那我就 把生一環就覺得 不如不要拿這個風險 因為可能由資金 未必最充裕的時候 不如試一下樓上舖 但又想做到一個可以 多教人咖啡 或者可以請多人喝咖啡的地方 就轉而想去搞一個共享空間 嗯 所以 其實你身邊 是不是都很多人是創業的呢 又不是 反而是創業之後 才認識多些創業的人 物以類罪 即是你本身 有創業的朋友 其實不是那麼多 你都沒有什麼前人給你的經驗 但是你是怎樣由零開始樓生這個想去創業的想法 我自己前陣子就 跟人聊天 他都問過類似的問題 他說 其實 不是我講的 就是 有朋友說 有理想有夢想的人很多 但真的會有勇敢踏出去的人 真的很多 我都不敢說自己是很勇敢地走 至少開始到一個地方 而又經營到年多的時間 那現在 相對上 容易收支平衡 那就 都算是這樣 很厲害 你用了多久的時間 收支平衡 未完全平衡 但是 至少支出上面沒有那麼多 嗯 嗯 都經歷了很多疑問 所以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因為 另外一間公司 要是增加收入 要是就是減價 減價 減價 是 那就相撲齊一下 又嘗試找多一點 還有減價 一些成本上面的東西 如果我是 好像當初想做烘陪 或者做咖啡 就是咖啡那一隻 其實我老婆說 其實我要買很多貨 即是原材料也好 或者是 製作食品 其實都是很多cost 在裏面 就是那些買回來 就押貨 押住在這裡 又要想著 什麼時候到期的東西 要買出去 其實做餐飲業 有另一種挑戰 就是你要 好懂怎樣管理一個團隊 即可能有 你又要管理盤數 然後誰入貨呢 其實這個挑戰 我最近一陣子 認識了一個做餐飲 的朋友 都跟我分享很多 一開始的困難 就是那個setup 是 即如果你沒做過 即是 未必最建議你 不問人這樣做 那我想我搞一個共用空間 就都問過一些 搞空間的前輩 這樣 那可能大家對於 一個空間使用的 就是 想法呢 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些 叫做什麼 商務中心 其實已經是 有共用空間 這四個字出現之前 已經有些商務中心 其實都是 Pong Office所謂的 即是它是一個辦公室 但可以交一些比較少的租金 不是整個辦公室 你用完 但你可能有 是否一個房間 或者幾張桌子 那種 是的 即是 可能只有一張桌子 一張椅子 其實可能 我想是 共用空間 反而是 講到一個 是一個 共用空間 被所有人聚在一起 這件事 我想理念上 是比較 偉老 因為可能你記得 WeWork Spaces 這些 龍頭 其實他們都是 有些獨立的房間 再加一個 大家可以用的 共用空間 那可能以前的商務中心 就是沒有那個 共用空間 最多是一個小桌子 那樣的形式 但因為香港 都知道 租金都貴 所以可能 大家 即是某些人上班 可能只想租一個 一百尺 二百尺的單位 自己做事 或者是兩個人做事 嗯 嗯 有沒有去 去了很多共享空間 然後試一下他們的服務 有啊 我想其實 做任何 行 就是有什麼行業 一定要做的 都是一些 market research 啊 又要去 親身體驗的服務 或者別人是提供著什麼的服務 那我自己有覺得特別的 因為 我去過不同的地方 就是剛才有提及的地方 還有一些 可能是本地 就是要 copy開的 就是英雄中心 就是 英雄中心 就是 英雄中心 就是以前 卡拉OK那個位置 將一層改成一個 叫做 Master Seed的 共享空間 就是 英雄中心 是拿了政府資金 因為政府都開了某些 共享空間 給一些 又需要 所謂開給青年空間 政府也有好幾個地方 但是我側聞它近幾年 又剪輯 剪輯 好像那些空間的生存 又有些困難 英雄政府只支持它 頭幾年 但是可能 之後他們未做到 好自負型規 都有一些超致 就是那些要拿資金 那些就要 其實它最終都要自己 run 得起那件事 不能夠靠所有資金 是嗎 對 但是香港的 industry 就是不要說共享空間 就是 大家都喜歡拿資金 那 是一個資金的情況 就是不停寫 寫那些 proposal 永遠交給政府 拿錢 拿到錢 再繼續營運 那我想其實是 就是我自己想避免這個 loop 所以我一段時間 我都是一直沒有拿資金 去經營這個地方 就是我想放多點心機 就是真的是 咦 試一下如果不拿資金 能不能夠經營這個空間 是 意思是很多人 如果想創業都會寫這些 proposal 拿資金 是啊 因為 零 cost 就是政府很多 就是支持 無論青年人的基金 或者一些社企的比賽 又或者是 可能之前有些科技上面的一些分定 其實 可能你想說整個網站 是支持科技都可以 嘗試申請分定 那通常那些分定是有多少錢的呢 我估計十幾萬 還有一些是請人的 例如某些大專 其實他們是 有一個 matching 我至少知道中大有 類似是 你跟中大談談的話 他就會提供學生給你 你作為一間公司 是先點資金 給他 然後學校給你錢 你可以寫一些不同的用途給他 可能請人 或者買些什麼 或者弄些什麼網站 但是總之 錢就是他們會撥出來的 想問一下 一個問題就是 在創業裏面 應該有很多事情 你要自己一個想或者做 那有沒有一些什麼 你覺得 你是很喜歡做的 還有有些什麼 在創業裏面 很不喜歡做 但是還是要做 先說喜歡做的事情 我自己是留意到共享空間 普遍外面 都是怎樣說 員工是普遍很不上心 即你的意思是店員 是的 其實他們嚴格來說是個安保 我去到幾個空間 除了 有些招呼你 就是桌上那個 通常比較好看的人 不會做攝待嘉賓 當你是 不如帶你去room tour 看看有什麼地方 但是時候 你再用空間的時候 除非你有問題 就問他 他也不會怎樣理你 我自己營運的空間 我自己最喜歡做的 就是跟他聊天 建立關係 你也來過我的空間 看過 我們是很崇尚 所以我是沒有一個房間 給員工自己躲起來 做東西 除非是最尊重的話 才可以用那間 就是我們那間 輔導祈禱 自閉室 即是隨便是 真的很想專心 我們才進去用 否則其實都想 就是坐出來 和人在一起 因為往往都 因為有時候是counter 那些 當然是efficient 你收錢 在銅鑼灣 都是一個供應空間 類似都是一個counter 裡面自己做事 我想都是各取所需 有些客人的確是需要一些 安靜的空間 就是不想被人打擾 但是我的客人 我想他們都是會選擇的 其實為什麼香港那麼多空間 那間仍然會上來 規定房間 他們都是說 在這裡玩得 開心 做完事 又可以一起玩 Bot Game 聊天 做一下 沖一下Latte 喝 相對上 他們會覺得 年輕一點 又好玩一點 我跟我同時 都是比較 不懂得拿 可能做一下 聊天 因為我們那裡有個 中間的長台 大家坐在一起 就會 做一下 說一下 說一下 分一下 吃一下 什麼氣氛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Breathing Room 總之去就是有兩邊的 一邊就是 共享空間 有個弧形的玻璃窗 很漂亮 另外一邊就是 一個Coffee Corner 跟著連著一個 中高的 中島桌的感覺 我覺得兩邊都是極度 輕鬆的 坐在那些桌子 旁邊又不斷 有些咖啡香味 又很棒 這個時候 我就想 觀眾都可以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曾經想過 想去創業 或者未必有很實際的行動 也好 你可能有想過 如果我可以試一下 搞些什麼就好了 你們有沒有曾經有這個念頭的呢 可以分享一下 可能 我想Alvin很多人都有想過 可能可以 feedback 一下 這些 idea 是怎樣的呢 或者 work不 work的 其實可能有很多人已經做過 最多人想 應該就是想開咖啡 這類的東西 那我就 我也講一下 我覺得我是那些 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創業的人 是不是很無大致 我 不是 非常好 創業很辛苦的 我是很甘心做一個 打工仔 不是 打工仔也是有空間開個channel 你OK 是的 我就是想說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 我覺得大家對於創業 是有很多 很多迷脫的 例如說 我好像一定要有一個 很實在的生意頭腦 我才可以創業 但是我自己看創業 當然有些事情很現實 你需要維生這個部分 但其實我覺得創業 本身拆開這個字 其實是事業 事業就是代表 你有些事情想做 你去創立出來的 所以某程度上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有創業這個精神 就是他會想有些事情做 有些事情想開始 還有建立一些東西 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 這個channel 都可以說是 我的一部分事業 只是我不會將它 取得 如何要做一個行業的感覺 謝謝 看看觀眾說什麼 有想過 但是沒有什麼手藝可以去創業 是否一定要手藝呢 Alvin你覺得創業 好看你做什麼 哪一行 創 我想想自由 打工仔又自由些 我覺得這兩者是不能兼得的 因為我發覺你做新事業 不一定要離開你本身的公司 有時候老闆都會叫你 生意一般 會幫我 把新組做一些事 我朋友做一些物流業的 他老闆就這樣側開一個新事業 那這個算是自己創業呢 還是你幫老闆賺錢 這個不解之謎 是自由到大了 因為老闆不知道怎麼做 哦 OK 你可以有些事情想做 但是在一個公司的範圍裡面 我今天 我今天也有和一個朋友吃飯 他在一間遊戲公司那裡做 其實他很厲害 他也有能力自己去做一個遊戲 然後完成它 但是他現在就在一間遊戲公司裏面做 某程度上 其實如果那個遊戲公司裏面 開一些project 是他都想做的 而他最後完成了它 那可能他都會覺得 那個是他的作品 只是資金在哪裡出的問題 那這種程度又好像 我覺得 OK 對不對 沒有那麼像 你剛才那個物流朋友的處境 我想就是大家 視創業是一種什麼 我也認識一些朋友 是不停創業的 可能 視完一件事 那件事 那件事 成功的例子就是 叫什麼 一上了軌道之後 他就會走 意思是賣了一間公司 那件事是怎樣 有人是會開價買的 所以有買賣的 那些東西 特別做科技公司 或者不是 brand design 那些 有人會想賣起來 自己 都有幫人開公司那些 哦 因為我看到有人說 打算開公司 開公司是方便很多的 你交稅是交少一些 比起個人稅 那當然 你如果是用cash 就 另一個故事 那但是 如果你想 因為開一個公司 例如出的 quotation inforce 都是用這些的 因為有時候 大公司未必會接這些 就是 例如 這個時候 草莓 我想 買去一個系列 那 例如 Edit 就是 我們都是私底下 我寫了一個 合約給他 而多於 他可以 哦 quotation 是的 因為有時候 公司對回會計的 是要多一點 會好一點 哦 是啊 我經常都遇到這個困難 就是 譬如 我之前有試過接一些合作 是 他邀請我可能 做些事情 他都會 給回一點點 給回一點點錢 那 就算多少錢都好 其實都不是重點 而是 他都要一個 公司的 contract 是大家 agree on 那時候我就會覺得 都不知道 怎樣 怎樣處理這個合約 總之有些複雜 所以 你本身已經有 很多這些開公司的concept 所以當你要去創業的時候 其實是否算是 都比較 熟悉這個範疇的東西呢 我本身本科不是讀這些東西 是我自己的一些興趣 就是 機緣下可以接觸到一些 離開公司 或者做一些 租務的東西 所以相對上我會 得到這方面的 information 會豐富一點點 那做創業也好 或者你不是創業也好 其實是金錢觀都很重要的 這個時候我們覺得錢就是 要努力點找 找多些 但可能我們都會忽略了 怎樣去儲錢 或者怎樣去用那些錢 嗯 因為可能大家會擔心 我會不會 花多了 我不是說娛樂中花多了 你可能投資一些高風險的 或者有風險的東西 好像買不買好 那普遍我認識的人 都是比較 要麼很保守 要麼就是很aggressive 就是買一些風險高的 投資產品 或者有些人都 我只是把錢放在銀 那我經常都鼓勵 其實因為做創業也好 就是我怎樣用 我有的錢去找多些 其實這個是一個 重要的mindset來的 因為我看到一些朋友 可能一天一 月薪可能去做老師的 可能已經成五六萬 但可能他做的投資 永遠都是小 過他這個人工很多 導致呢 他的錢在他的銀行 不停滾 但是又不動的 你要明白 就這樣放在銀行 那個息率很低 但是如果你拿來投資也好 或者你發展一些副業也好 其實在想著 我怎樣養到我的副業呢 就是我不是一尾 從那五六萬到 不停拔你出來的 就是我都要讓我的副業 sustainable 所以你的本金 怎樣滾大去 就是怎樣做一個雪球效應 都是重要的 或者如果很辛苦的 就是我看到 留言說真的 有時候 如果是 就是你做了副業 又虧了很多錢 心痛了 或者想用副業來賺到錢 又是 好像心態不知怎樣調整 但是至少 有時候都要做一些轉換想法 其實我在想著 我本身有些錢 我怎樣運用呢 例如我可能 最保守 你拿去做定期 或者 連今退休 我笑 因為我們真的 最近在那裏 跟朋友說起 跟Alvin一起說起 做定期這件事 所以我都很奉勸大家 現在釋高了 所以可以做定期 不過這些事情都是大家自己決定的 不要一陣子就說 這件事叫我們去做定期 然後不知怎樣 自己做 做定期不會虧很多 因為這個不是槓桿的東西 我知道 不過都是要戴下這些頭盔 明白嗎 是值得有些YouTuber 那些 我覺得你剛才說的那件事很好 就是其實 我們應該要想一下 怎樣可以更加有效地運用 我們所擁有的資源 其實資源不單止是錢 我覺得如果你有所謂的本金 就是現金的錢 但是也有另外的資源 就是關乎你的財能 甚至其實是你的時間 其實這些東西是我們所擁有的資源 但是怎樣叫它用得好 是我們其實應該每一天都要想清楚的一件事 可能普遍大家不知道 對於創意有甚麼想像 剛才我跟人說 是不是一定要開廠的嗎 就是這麼大的 scale 現在普遍在香港做創業的人 都是做一些創科 就是數碼港那堆 就是有那些人 創科那堆人 就是 就是都是 吃funding的朋友一堆 那些是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IT相關的AI 但是我說 AI是個trend 而很多人不想吃個trend 但是他們推的東西 或者銷售你的產品 是 未出現的 就是有些人是想像 我想有一個AI 譬如說 幫我可以抄功課的 不知 回想起小時候 就是 你都常常遇到一個need 但是好像 他們銷售你 他們只是在找投資者 去做的創科 就是 試試R funding 去做research 那這是另一種創業 因為他不一定提供到實際的東西 例如 有些人當時有些人聰明一點 懂得寫program 那他就寫個program 讓人買 那這是其中一種 那另外一種 就是剛才說的 做實務業 就是實際業務的人 就是可能做餐飲 好像我這樣做空間 那這些是實際的東西 實務的東西 那它的性質很不同 就是他們要的資源 就是錢還是要的 但是 可能來地方 呃 要什麼配套 那很不同 另一些創業 就是可能 連 就是實際的地方都未必有 就是好像Edit 這些做文創的朋友 他們就是 一個pad 一部電腦 一支筆 一支筆 走天涯 那特別我都認識一些朋友 做電軌啊 做畫圖的 那我暫時認識最厲害的 畫圖人就是 我 我家人來的 他是 他有接了iPhone的工作 就是畫Animation 嘩 這麼厲害 所以是 是啊 iPhone的工作的意思是Apple 是啊 蛤 不過我想 很多人都是想試一下 但是又 未必有很多成本 就是 無論時間成本 還是金錢成本 我想都是 未必 知道怎樣去投資的 那你會給那些什麼advice 那些人呢 就是他們可以怎樣 嘗試一下 但是又 或者是否應該用這個 嘗試一下的心態呢 還是 還是應該要 就是 沽住一閘一點呢 你覺得 我想就是 每個人的處境都不同 嗯 就是這一刻你要照顧家人的 就是 touch food 可能你家人有 不舒服的 就是有一筆洗費 或者你家境本身都 都 都不是特別風雨 那可能都要給家用 你就是 就是 僅僅夠用的時候 很難說到那種 就是 你要怎樣創業啊 嗯 因為我們 特別 二十多歲 我們這堆人呢 其實是 我們相對有的資源很豐富 就是我們相對上 暫時不會先餓死 或者不是 需要打幾份工來 對 就是 我想每個人的條件都不同 反而 如果你真的想開一堂新的事情 或者開副業呢 你都是要計過度過 我會形容是 Risk Management 就是 你願意 花多少風險 還有 你 就算 你是一個樂觀的人 都要想定 worst scenario 是什麼的 但是悲觀的人 你可以想一下 就是 我這樣 沒有這個風險 可以得到什麼 就是 總之你要 真的要花一點時間 安靜 想一下 你要怎樣做 就是 沒有一個人能夠幫你做決定 我永遠做決定 我都是你自己 那我覺得Risk Management 是學校小教一點 始終大家都是 中學就鼓勵你讀大學 讀大學就是 有得你自己找 你的將落 很多人都很迷惘 因為可能 老師只是教到很多 就是 他自己專業層面上面的東西 可能好一點 和你專業一點 我才會和你講多一點 例如 行業相關的前景 或者相關資訊 但是 他沒有 obligation 或者不是個式 就是教一些 你怎樣去 你怎樣去 經營自己人生 管理自己人生 所以坊間就會出現了很多 課程 是的 那些可便可貴 其實大多數都很貴的 那些free work 然後稅你 加入一些千多萬多的課程 那一門是生意 但是正正是沒有人教這些東西 好 我想我喪氣的原因 就是那時候會有些壓力 就是看不到什麼成果 因為我想 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個天稱 就是你自己在稱 我值得做這件事 正如很多朋友都會說 我想此直 嗯 我想轉工 很多人都是掛在後面 之餘可能心底真的在這樣想 那我最想放棄就是 那時候正直當 剛剛處理完 那些前同事的問題 啊 然後又要 預測 以三年怎樣經營 還有很有趣的 我想創業也好 或者你做一件事也好 其實 有時候 不是一件事 那個 結果是這麼快出來 哦 我希望 在快點收支平衡 這個是目標 有時候想我怎樣賺錢呢 我是不是多找幾個客人就等於OK呢 不知道觀眾裏面有沒有人做 會叫什麼呢 就是做開 要銷售的 就是可能做銷售 做保險等等 那其實你就算 你報到的數據 我接觸到一百個客人 但是是不是一百個客人都會 消費那些產品呢 就是我能夠計算多個數 就是我可以找到那麼多個人 但是我計算不到的就是 究竟有多少人會願意買我那樣產品 嗯 還有你的產品的好 人家是要時間去 就是可能我有一些生意是 要等半年之後才回來 就是我談完之後 可能是一些合作啊 一些活動啊 就是要談很久 就是可能你都想一下 可能要賺錢 然後再決定搞不搞的活動 或者就是透過一些 我們要形容為referral 就是覺得你好 場地很漂亮哦 那可能就是現在 現在可能見到多些活動 其實都是由之前草落的一些成果啊 會說是 所以其實當時見不到那些成果的時候 都頗沮喪的 你現在做決定做這件事呢 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就是 你現在做的方法 未必最正確 你要轉方法 但是有一個scenario就是呢 你做的方法 是有效的 但是不是即時的 嗯 而這個是有 是要 你要 即是你很難predict到 呃 幾時才會有成果 那我就 當時我取決的就是 咦? 那我是不是要等多一會才有成果呢 就是我想不到哦 就是沒有什麼即時的果效 所以 還是我的方法要轉呢 所以我兩者都有 在不同位置又轉變 那我自己想 就是 詳細的skills 因為 我忽然想不到一些長情單 但是最給我有動力的就是 我是 可以 即既然我份約 即我簽了份租約未完 那 那 我早走是要賠錢的 那 那我一點都要頂上去 但是就是 只要想 怎樣頂上去的時候 但是又讓我見到一些成果 哦 OK 就是Canop是證實了 你堅持了下去 等多一會 是有些事情不同了 的狀態 是啊 是啊 所以是賭博來的 就是有些人 開始有些人覺得 我做創業都算熬得很久 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那種模式 不是這麼效果的 嗯 就是我 我究竟要找到多少個月費 客人才夠蓋我 還是我接多一些活動 是的 就是這樣來找做收入呢 那個動力是 都要有些人去認同你做的事 那我想 那不同人認同的方式 就是給我的認同 可能就是直接消費 直接買東西 或者說 這個地方很漂亮 我欣賞你做這件事 那同時間就是 有些人願意介紹朋友 給我們認識 嗯 嗯 至少來我會有新的客戶 而這些客戶 是潛在消費者 或者潛在的合作夥伴 而不是可能你隨便在IG買個廣告 那麽不堅持 看到在我們IG說 搞得整個活動 你要想一下 其實可能有一半是搞不成的 所以我現在實際有的數 可能是很龐大 所以我才覺得 我這個行業還做得住的原因 就是因為大家會看不到 我做過的東西 或者我們溝通過的東西 嗯 嗯 因為我只會放成果出來 難道我每天 有沒有月亮麥說 多少天失敗搞的動作 哈哈 觀眾是聽到很多 內幕的資訊 在那裏 但同時也是 我覺得 很… 真的很不容易 而你做了多久 現在 由剛剛開張到現在 上年三四月正式開到 即都年半 多過年半的時間 是啊 所以我熬過一年 有些人說我厲害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唉 當然 我相信你是繼續能夠做得更好 但是我覺得 真的很不容易 特別因為 香港租金各樣東西 吃得太貴了 真是血淚史 創業血淚史 那些人說 我現在畫完了 那你會不會 有一句東西送回 這一刻的自己呢 那我就幫你寫上去 很好微笑 這個服務業 就是要帶著微笑笑容 去對所有人 即是我現在見客 都是要預備 準備笑容去 帶一次 一個真誠的笑容 或者真誠的對話 都是 會有些出人意表的反應 即其實那些人是感覺到你 即可能我們人都對很多 你知道什麼是假笑 什麼是真笑 我想這個是我跟客人見的 關係就是 我們會一起玩Bot Game 就是為什麼那些客人會留下來 原因就是 可能就是我們在真誠的面 而是有 很高興 可能有些 剛才我 始終有做生意 都會知道一些 資訊 一些怎樣開公司 又實際幫到他們 我想給自己 就是我要 好好地微笑 無論是 感謝那些客戶 或者去欣賞一下自己 真的努力過 或者還在努力中 嗯 欣賞一下自己 還在努力中 你要寫上去的就是四個字 好好微笑 好好微笑 OK 你有沒有看到 在YouTube這個畫作 我看到 我覺得都幾像 好像一個謎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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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說一下 我覺得其實有很多都 雖然你從來開始說要做的時候 都一直看著你這個過程 但是其實很多內幕的事情都從來沒有聽過 所以呢 今天都聽了很多 我覺得 可能有 很大部分 就是一些 真是一些很實際的advise 給一些要創業的人 或者坊間其實 他要考慮些什麼 這樣 不是那些紙上談兵的事情 很多很實際的事情 那我覺得 其實你說得出來這些事情 反映的是你背後做的那些事情 其實是更多更多 只不過去到今天 你分享出來 有一部分是這些事情 那我想 其實這個過程是 有多少艱辛都是你一個人才知道 所以有些人經常說 做老闆 有些人會覺得做老闆 不用做打工仔 不用受人氣 但是其實我見到那些 做老闆的人都是 非常之頭痛 而且經常都要想很多辦法 會很累 所以真的是一個 非常之能幹的一個崗位 對焦 我要對焦 我記得 總之我旁邊 就加了一些 橙橙黃黃的 的線條給他 所以你現在 他在圖畫裡面 好像有發光 你明白我說什麼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今天這個直播就差不多了 我們都開了差不多兩小時了 很開心可以做這個故事 像是《似眼賄》 還有這個故事 我會說 如果想做什麼 或是想創業 我想做什麼 說似眼賄 還有聽人說話 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而這個活動可以一次過滿足我兩個願望 所以我很開心 可以有人願意來這個Live跟我聊天 以及分享他們的事給我聽 亦都分享給我的觀眾聽 而是很難得的 所以現在我就會再計劃一下 如何去計劃我的Live Stream 下星期會有另一個嘉賓 他會實體來跟我分享 如何去用木顏色的東西 可能我們隔禮拜或一個月有兩次 可以是似顏繪的 希望有這些嘉賓出現 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 幫我分享出去 幫我分享給朋友 如果這個Live展完 做一個好一點的精華的話 希望大家都會幫忙分享和留言 今天就謝謝Alvin在我們裡面 這個Live就在這裡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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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你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好